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7,出现很多先进武器,说到研制武器,很多人会马上想到纳粹德国,不得不说,德国的脑洞确实很大,之前我们介绍过空气炮和古斯塔夫列车炮,空气炮刚上战场就被打飞,这里就不再多说。 古斯塔夫列车炮可是二战中的超级大炮,大炮本身重1350吨,炮弹的重量也在7吨左右。 据资料记载,古斯塔夫列车炮曾一炮打穿10米后的防御攻势,将苏联数千军民建造许久的永久性防御攻势移为平地。 尽管后来这款超级大炮被德国攻兵炸毁,但是很多军民提起它,都不经竖起大拇指。 除超级大炮外,德国还曾在二战中使用一种蝴蝶炸弹,这便是大家熟悉的极数炸弹。 极数炸弹是将很多小炸弹聚集在一起,一般分为捆扎式和弹箱式。 一枚极数炸弹中最多有几百颗小炸弹,这些小炸弹种类不同,装到一起,便会爆发惊人的破坏力。 极数炸弹能够攻击机场、军队、坦克群等大面积目标,一旦从空中投下,就会给予敌军致命一击。 但是,这种炸弹有一个极大的缺点,那就是,头下的小炸弹并不会全部爆炸。 这些炸弹散落在各地,一旦接触就会爆炸,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威胁。 展开全文不同于地雷,极数炸弹的子炸弹只能引爆,没有任何拆除的办法。 如今,很多国家呼吁禁止使用极数炸弹。 说完极数炸弹,现在我们说一说极数手榴弹。 大家对手榴弹十分熟悉,现在又见识到极数炸弹的威力。 那么,极数手榴弹是什么?它的威力如何呢? 极数手榴弹指的是将多个手榴弹绑在一起使用。 如此一来,手榴弹的威力就会大大增加。 与极数炸弹不同,极数手榴弹并不会对战厚重,见产生任何影响。 二战时期,德国曾将M24式手榴弹绑到一起再扔出去。 一枚M24式手榴弹的重量,大概在500克左右。 捆绑的手榴弹越多,极数手榴弹的重量就越大,士兵扔起来就越困难。 因此,德军只有在遇到坚固的建筑物的时候,才会使用极数炸弹。 当炸掉包,极数手榴弹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抗战时期,我国装备较差,士兵手里除步枪之外,就是手榴弹,很多部队都没有装备机枪、排击炮一类的压制武器。 为增加手榴弹威力,我国士兵就会将好几个手榴弹绑在一起。 我国曾大量使用极数手榴弹,并成为重要的战法,也是我军的一大特色。 不过,由于士兵投掷的时候有极大风险,我国研制出很多反坦克、手雷等武器之后,就已经不再使用极数手榴弹。 总体来说,极数手榴弹威力很大,炸海客、炸据点都不成问题。 但是,这毕竟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,想要提升武器破坏力还是要靠科技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